《爱情保卫战》 我们会在每天晚上 八点到十点开通直播 我们的情感导师 会在线与您沟通 如果你们有什么情感困惑的话 可以在线咨询他们 如果你们想连麦他们的话 可以私信我们 来看看今天我们请到的 几位情感导师是谁 他们是情感导师周围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余博弘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曲围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 新唐米娜老师 欢迎 我们来看看 今天第一队嘉宾朋友 遭遇了怎样的人生困惑 各位请看 当时我们一见钟情 认识不到三个月就结婚了 到现在我们结婚二十四年了 有一个儿子 刚刚也许得了生子 在外人民的眼中 我们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但是真正的生活 并不是想象的那样美好 家里外面都需要我一个人操持 我老婆在家里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 她能替我分担得太少了 这么多年我过的是第一般的生活 没有过一天的好日子 也没有享受过女人的滋味 这种日子真的不想再过下去了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万先生 46岁 来自重庆 自由职业 有请 王女士 46岁 来自重庆 自由职业 有请 欢迎两位 看了你们俩结婚这点事 我觉得基本就要一地鸡毛 刚开始的时候 她还是蛮好 这次结婚以后 她就变了一个人似的 她就脾气很差 动不动 什么事她就打理 不说清楚就打理 就是一结婚以后 我们出来就分家了 都是那时候 我们自己分家出来 什么都没有 房子又没有 我们那时候自己开的理发店 就钱的话都是她管 我从来没管钱 就是她当家 什么事就她说就算 大人之主义 那你有没有想过 不跟她在一起干吗 自己出去挣钱吗 那时候结婚了 没有多久有小孩了 她打您打得最狠 打成什么样 在家里了一次 有一次我记得是 我在家做饭吧 她说这个菜没切好 不是这样切的 罗老师怎么切的 她说就是这么切的 拿起来刀子 背背就成了一砍 背帅砍那刀 当时都有点那种 印子吧 刀背砍 刀背砍的 刀背砍的 那也不行啊 她就这样抱脾气 这脾气太暴躁了 为什么呀 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呀 不要因为礼花店很忙嘛 忙的时候 我一个人开的时候 他就在店里去了一下 就走掉了 走掉了 生意很忙 我到处找没找他 我回去找他 回去找他 他在你 在做饭 我说你这么早 做什么饭呢 他一般都是做饭吃了 早一点吃了 就要去 打牌吧 当时我很气很气 我就拿了他切菜的 刀子 打了他背一下 就按您的说法是 您觉得他那么早吃饭 不是为了跟你一起忙买卖 而是为了出去耍 是个意思吧 对对对 就这样吧 这就算经常打对吧 对 经常争吵 你们有几个孩子呀 一个孩子 男孩女孩 男孩 这个他对孩子好吗 对孩子也不好 对孩子也是大 儿子的时候才三岁多 因为我那时那也初八吧 他拿了一百块钱 叫我到县城 去买这个洗化水 还有这个豆豉 因为那也初八 我们那里 因为是喇叭节嘛 叫做喇叭豆豉嘛 我就去西亚城去买去了 我也买了副麻将 那是麻将二十块钱 又鱼了鱼了嘛 他都是不喜欢我打麻将 因为我这个人 有喜欢一点麻将 好就买回去了 好 我当时到地窑上 烧了一副开水 都很开很开的 猪喇叭豆豉 等着我的豆豉了嘛 好 他就进门一看 看着我买一副麻将 就是一脚踢过去 那当时儿子三十多 在那里玩地下玩 他就一脚踢过去 就把那个水抽泼了 抽泼的话 他一脚是踢到了 踢到踢锅 那个踢锅的 那个踢锅 一脚踢到锅上 踢到锅的 踢到锅 那个水跟着流下去了 流流流流 我儿子在那里玩嘛 那冬天的嘛 就把儿子那个棉衣裤子 全部打死 我当时给他拖在那里 脱椅 那个皮就掉了 当时的皮都掉了 那个现在我儿子 他还是很有韵子的 当时踢了 他不说 他就不会来看一眼 知道吧 我当时都把儿子 不去医院 去到处求医 就可以看 他就不会去看的 不是 你儿子烫伤 你不心疼吗 心疼啊 还是心疼啊 当时情况 烫了以后 都是晚上 他就坐车了 就说他就去城里了 叫烫伤要去了 我是第二天去了吧 那为啥当时 你不陪着去呢 那是农村没有车嘛 当时他都赌气走了 我也赌气 就没有去 哎呀 真行啊 这爹坐的 那儿子现在怎么样啊 还是算可以吧 现在在外地打工 我孙子 现在才一个多月 您46岁就有孙子了 对 有孙子了 等于这个爹 对儿子也不太好 在你的眼里是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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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打来打去的 对你们家人好吗 对我们家人也不好 因为我们四姐妹嘛 我爸去世了 我妈就跟着我的 我们移民的 三小移民 移民到福建 我妈就是坐在我家的 坐在我家 我妈给我长期做话 我们在里发吧 跟他生活了这么一二十年 他长期对我妈的时候 就是吼 就是吵 从来没跟我妈亲眼去 说过一句话 做出什么事 就是一顿大吵 那楼下楼上都听得到 他的声音 他就这么大 您指的吵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 是他跟你母亲争吵 还是他骂你妈妈 也骂我妈妈 也说妈妈 他都说有什么事 他都大声地吵 你会为什么 说丈母娘呢 不是说吵 因为他声音有点大 他印着他耳朵 有一点背影 他一般喜欢 帮我们家里做事 我就不许愿他做 他喜欢做换 我也不许愿他做换 为什么 因为说他老了吧 不许愿他做换嘛 他喜欢 他是个爱情怀的人 他也帮他女儿啊 做的东西做的下 我说我们自己做啊 年轻人 那你父亲在生前的时候 他对你父亲好吗 对我父亲也不是很好 我记得我父亲 那时候在的时候 我父亲生病了 我去看嘛 我悄悄去的 因为我跟他说了 他不会进我去的 我就悄悄去的 回来的时候 又给我一顿打 他说谁叫你去的 他说你父亲生病 难道没有别人去吗 你长期去看你父亲 他说他的老病害 我说老病害怎么不回去啊 没有多久 我爸爸就死了嘛 他又回来 也是给我一顿打 这个一顿打 是打一下 还是踢得哐啦啦的 打很长时间 那就是说 他手上死什么东西 他就给你吊起来 就给你摘起来的 他当时在剑头画 他快能剪子 给你甩过来 因为我听到现在 我听出一些端倪来 就是他指的那个打 道理是什么 一会儿咱们还得仔细 琢磨琢磨这事呢 就是 就是有东西拿在手上 就是甩过去 那个意思 那他跟你姐姐的关系怎么样啊 就跟家里亲人的关系怎么样啊 跟他亲人的关系 我们亲人都知道 他是个脾气 都一般不理他 他会跟他们发生冲突吗 有时候也发生冲突的 跟他我三姐发生冲突的 为什么呀 就是有一次 我三姐给我买了一件衣服嘛 他说这个裙子不适合你穿 怎么扔呢 他说这是不几个穿 他给我打剪刀 给我衣服剪烂了 剪烂把我甩到沟里去了 最后这个事情 我姐姐还跟他打了一架 为什么剪衣服啊 那个时候我们穿裙子 还是比较少的嘛 买这个裙子 好像是很露的那种感觉 一般搞梨花店的人 梨花好了 那是很传统 一般穿裙子很少 我就不要他穿 他说他偏要穿 不穿不行 他姐姐给买刀 当时他穿上来 客人就笑 我就跑会笑 我就给他把脱脑 给剪掉甩掉了 所以按你这么一个描述 你这个先生是 对你父母也不好 对自己的儿子也不好 对你也不好 对吧 你们家钱是他管的吧 对 钱他管得好吗 钱他管得好 但是他用钱是这样 他自己想用他就用 你想用钱那就不行 那钱管得好 不就行了吗 他不买东西啊 我的东西什么 他叫你买 你又不管钱 他要你自己去买 你说怎么买 我又没钱 他要你自己去买 所以我就做保险了 我兼职做了保险了 怎么样 挣钱了吗 我挣钱了 做保险我挣钱了 他做保险 一天到晚都不回家 倒是早上出门 晚上回家 我一个人在梨花店 很忙很忙 他说他挣了钱 我说我也不知道 我还是怀疑他 去打麻将去了 就这样 所以说我就 所以说我就不敬他 做保险了 明白了 那你那些钱 同学干嘛去了 那钱管起来 管真是盛起来的嘛 我也不乱用钱 我又不吃业 不是 你这个挣钱 不就为了让家庭 幸福的生活吗 大事情啊 买什么东西 我还是全部要拿出来的 他炒股还亏了 您炒股啊 一点点吧 挣了还是赔了呀 08年炒了股 亏了三十几万 哪来的钱啊 礼发申请七年 挣了差不多十多万吧 后来找别人 也就是说 接了二十多万 这小礼发店没白搞 老板挺勤劳至少 炒股算家里面的 大象支出 这个他管 对 你们家还有其他的 大象支出吗 还有大象支出 就是最后 他把这个股炒了 输了三十几万 过了几年 我们又去租个小门市 又去搞礼发 那年生意很好 几年又挣了 又挣了几十万 知道几十万 就去买了个门市 他当时不买 我跟他说 我说这个门市买了 一定能赚钱 在他说的情况下 他就答应了嘛 答应了就去买 但是我们有几十万 到亲戚借了点钱嘛 借了点钱 就把这个门市买下 门市当时开了七十多万 全款 这几年这个门市 都贬值了嘛 他就说我 他说 我当时家里不买 这个门市你要买了 我说怎么知道 要贬值了 谁有后眼睛呢 有点意思了 越听越有意思了 他是经常打您吗 都是说 您指的经常打 道理是什么 比如说两个人 吵架吵起来 啪拿一个茶杯 砰 摔过来了 就这事 就这意思 这就叫打 对 手上拿着什么 他就给摔什么 就这样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东西 做合十的话 那你的性质 完全是不一样 我们对这个男人的看法 可能某个层面的看法 会不一样了 我想问你一件事 你这个耍麻将 是怎么个耍法 打得好玩吧 鱼了吧 天天打吗 不天天打 但是有时间的时候 就跑去悄悄打一下 为什么要悄悄打一下 他不进打麻将吗 我在理化店 我自己一个人理化的时候 他就跑去了 这样很生气很生气 我要找他 他也找不着 我要回来 他又不回来 就是这样 这样事情吵架的要多一些 你说回来 他有时回来就说 肯定去啊 就去 就要拿东西砸他了 他打麻将占用的时间 有多少啊 一年的时间有一半吧 一万 然后按照你的这个描述 是说 你的老公一直在打你 对吧 对 但是好像我们 细问下来之后 你所说的打 只不过是夫妻之间 正常的争执 而这个男人 解决争执的方式是 通过拿东西去抓你 来发泄他的情绪 对吧 对 而不是你说的 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面 理解的 所谓的家暴行为 是这个意思吧 是的 你描述到的说 他对你的父母不好 但是你姐妹四个 你的母亲却跟你们 在一起生活了 小一二十年 那既然其他的姐姐姐夫 能对爸爸妈妈好 为什么他们不管 让你们管呢 因为我们当时移民的时候 我妈妈跟那我去移的名 她有钱在我们这里吧 那移民的钱 你妈户头上有多少 那时候2000年的时候 她有8000多吧 还有一个最大的理由 就是她妈妈 还是喜欢我的 她也喜欢宅在我们这里 所以主要是这个原因 所以把好多事情 我们如果串联起来的话 你会发现 你看到了另外一个事实 就当那个 这个妻子上来 讲了一件雪丝呼啦的 这个暴力事件的时候 世界上还有这么可恨的男人 后来你把所有的事情 梳理完了之后发现 这里面很有意思 包括那一天 为什么会生气 踢翻那一锅热水 他不是故意烫儿子 而是对他的气 你买了一副麻将牌 对 对 对 是的 这个如果我们把它置换起来 就特别像现在的年轻人 夫妻双方有一方 就喜欢打游戏 他所有的心思 全部在游戏上面 而另一方对这件事情 就有点看不过眼 是这意思吗 对 对 对 你觉得他的更多心思 是在游戏上 而不是在家里 对吗 嗯 所以你不让他管钱 对吧 他是一个大手大脚的人 一百块钱 都要用出两百块钱的事情来 明白了 懂了 这次就懂了 所以要这么说的话 今天你要来干嘛呢 这个人能不能改他的等线 能听我的 关键我说什么 一辈子他都没听过我的话 我说东 他说西 反正你说他 他不会承认的 他不会说他有错 他就说我错 我说他错 我到底是水到错 我都搞懵了现在 我也不知道水到错了 所以这大概是 人生最可怕的东西吧 就是认识吧 就是当他陷入到 一个认识误区当中的时候 你怎么能用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角度的认识来 让他明白他是错的呢 大概难就难在这些地方 我们一起进入 秋彼特温泉 周老师 王女士 你今天来不是谈 来谈感情问题 也不是来保卫你的爱情 你是来夺权的 你们俩共同生活了23年 在这23年里面 他所做的一切 有对有不对 我们姑且在这一点上 我们不论 但你都坚持下来 也就是说 他给你带来的这些问题 不是不可以继续忍耐的 之所以今天为什么要来 因为你觉得 我要翻身做主人 如果你要是奔着这个目的来的 我坦率地讲你是改变不了的 在家里 他不是权力最重要 不是谁当家最重要 而是我们俩在一起 怎么能把这个日子过好最重要 谁当家都没关系 那我们说说这位先生 你最大的一个误区就是 你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你只有通过暴力的手段 去解决问题 你才觉得是对的 你是在触犯法律的边险 那随着我们税数的不断地上升 人生阅历不断地丰富 包括我们现在还有孙子 对吧 我们还能用这种方式来处理吗 我们要给孩子树立一个 什么样的榜样 好吧 这是我看到 谢谢周老师 伯鸿兄 才46岁都已经当上了爷爷奶奶 如果相亲相爱日子好好过 那你们是人生赢家 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 是一个悲剧式的婚姻 我请问你 你是当理发师的 对 你和顾客吵过架吗 我一般没有 一般有吵过吗 没有没有 从来不吵 你打过顾客吗 肯定没有啊 那么好了 也就是说他的脾气不好 是能够控制 能够克制的 这很显然 你的脾气不好 只对自己的家人 而且尤其是自己的老婆 想打就打 想骂就骂 想发泄就发泄 是的 面对这样的一种婚姻状态 如果真的忍受不了 你还真应该选择离婚 选择解脱 是的 以前没有想到 现在孩子都已经结婚了 都已经有孙子了 对 还怕什么 我也是这样想的 该走就走了 对 是这样 好 谢谢包红兄 来 秦总 你一直是这么想的吗 是的 我也是这样想的 那你的脚步出卖了你的内心 你并没有逃离 因为那时候孩子还小 现在孙子有了 我现在就是有这种想法了 所以 你一辈子都会有理由 给你找一个借口 你走不出来的借口 不 现在有 现在没有借口了 现在就是可以走掉了 现在我们也故意了 因为我们是故家的吧 故孩子的吧 你今天来的目的 再说一遍 就是看他这个德性能不能改 到现在往后去 你还在给他机会 改的机会 对吗 你又多了一个理由 是吗 你看你在爱情宝人家 这个舞台向全国的观众承诺了 好 我又给你机会 又可以留下来 对 是的 我也是这样想的 所以拜托 拜托 说点实话 你如果真的走不出这个门的话 你就别到这里来去发牢骚 因为没有任何的意义 你就当着全国观众面里 骂死他 也解决不了你的问题 你的心不真正地认识到 现在的问题 你永远就会这么下去 明白吗 这也就是他拿住你的 最关键的点 再怎么对你 你走不了 一个人为什么会让别人 这么欺负 因为你怕 因为你软 气软 怕硬 明白吗 明白 你要想让自己被人的看待 你就先让他知道怕 你不要老怕他 他应该怕你 赶紧走 带好多分那个家产 那个理发店有你的 明白吗 明白 分好家产 然后你走 你看他怎么样 你听见没有 就这样 谢谢崔老师 敏南老师 是不是挺解气的呀 所有的老师都在帮你 是的 是的 所有的老师都在帮你 但是可能我接下来说的 您不会很喜欢听 那没事的 我不觉得你在这个家里头 遭遇有那么的不幸 一个常年遭遇不幸 遭遇殴打家庭暴力的女人 不是您这种精气神 您走到台上来 不是那一种 我忍耐很久 今天终于爆发的委屈 而是一直以来的飞扬跋扈 您像一个习惯斗驾的小斗鸡 而您的先生是个蔫人 可能有一些蔫人 他蔫坏 他脾气蔫暴 蔫的蔫的突然大爆发了 但这一种人 有一个特征是嘴笨 嘴笨的他们 有的时候没有办法 为什么会扔东西 扔东西往往不是 要挑衅打架的一个开始 而是一个终止 就是能不能闭嘴 别唠叨我了 别说了 也许扔东西 他瞄准的都不是你 只是往你附近 只是有的时候 可能物件不长眼睛 当然 我不是在为家庭暴力做开拖 任何时候 男人只要动了手 你都亏了 但是今天糟糕的是 你站在这儿 让我们来衡量这个男人 有没有人性 是个什么德性 你就在让我们所有的人 来审判他 您为什么现在想离婚了 因为现在儿子也大了 孙子也有了 不担心什么了 那么如果您离婚的话 您就可以拿走丈夫的 那一部分钱 开始过上自己 随心所欲的日子了 是吗 钱现在没有 因为买房子了 买房子了 现在没有钱了 您要跟他切割什么 分什么吗 没有分的 家庭没有分的 因为都是儿子的 写到儿子的名字 房子都写到儿子的名字 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 有想过离婚之后怎么活吗 离婚之后就挂过过的吧 不管吧 因为我不想跟他在一起 我觉得出去打工就好 就不看见他 反正他一天嘴巴就慌在你身上说 他不听到说 你让他改什么你能说吗 改的是说 对我 我说不要动手 亲爱去的说 说清楚 都听 对话听对话的话 他从来不听我的话 我说什么他都不会听 你让他听你干什么 就是说你去买菜 做换 你去出去玩 他都不会听你了 他都不会紧你去 他就把你管得很紧 今天因为是从头到尾 在这个舞台上 是你在攻击他 今天先生也许是因为克制 也许是因为怯场 也许是因为年纪大了 火气小了 所以他在台上表现的是一个 忍让的一个状态 他在台上 他是没什么话说 你不知道的是 我不需要知道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问你的是 你想干嘛 如果你想离婚 请你静悄悄地离你的婚就行了 既然你也说了 不需要丈夫给你什么损害赔偿 不需要切割什么财产 那么你也没有必要 把它变成你们婚姻里头的 一个过错方 非要让我们给他进行道德审判 你何必在这个时候 让你的儿子 让你的儿媳妇 让你的孙子 所有的人来看着你 这一幕呢 我就是想评评他 到底他这个人 是不是正确的 到底是我错 还是他错 就是这样 婚姻里有对错吗 你打了 你一年有半年的时间 在打麻将 你就有理了吗 他扔一把剪刀没道理 但是你拿着过年 半年货的钱 去买麻将牌 你就有道理了吗 两口子过日子 一定是双方都有问题 有摩擦的时候 也都有问题 但问题谁管 谁对谁错 谁对了 谁就可以成为执法者 臣戒另一个人了吗 谁对了 谁就可以站在 道德的制高点上 审判另一个人了吗 对了或者错了 重要吗 重要的是 我们要是一起走 我们就不计对错 统一方向往前走 如果我们不打算一起走 我们就此别过 各自安好 谢谢敏娜老师 我谈一下你们 给我的印象 好吗 好 我就觉得家里面 一个相对比较古板 有点大男子主义 想在家里 说话的这么一个男人 希望他的生活里面 有一个帮手 但是好像那个帮手 没找对 我说到你心里了吗 对 是这样 是吧 你想嫁一个 有生活情绪 不是那么把钱 看得那么重 你也希望这个男人 可能像其他家的 那种男人一样 除了挣钱之外 咱们还得休闲休闲 对 是这意思吧 是这个意思 但是他做不到 他做不到 对 因此在你的眼里 他是抠门的 对 古板的 对 不靠谱的 对 同时脾气还大 对 随时就敢打你的男人 是这意思吧 是这个意思 两千年移民 他说那句话我信 你的妈妈是相信他 不相信其他的那几个 你的三个姐夫的 我没有任何挑不离间 是还是不是 是 你不用说 你说没用 你说 因为他就是把一个人 完全颠覆了 有那么坏吗 打人 不懂法 坏不坏 就这个坏 那是个守法问题 不是人品问题 你说吗 是的 他人品还是很好 你说吗 对 你妈妈是不是最信任他 妈是最信任他 这男人能不能干 他妈 这男人如果像你说的 那么窝囊的话 他怎么可能 前前和后还了几十万的债 他挣了多少钱的 就在那么个地方 开理发店 他能挣那么多钱 他是个窝囊男人 我不信 这是图什么呢 这是米娜老师 那个地方 我理解你的愤怒 我了解你 你知道你说的时候 这个人掩面而泣 就转过来 就擦眼泪 他没有委屈吗 凭什么呀 打人就是不对 那是违法 错了 就是错了 但是我们不能说 夫妻生活 所有的错都是一个人的 把这个人说得这么不堪 因为按照你的描述 她是个恶棍 她是一个恶魔 她是一个没有人性的父亲 她是一个没有人性的女婿 你凭什么跟她过呀 我说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 如果她二十多年来 就是这么一个混账男人 那今天你就勇敢地离开她 如果是有你意想的夸大的部分的成分 日子其实还能过 今天我只是来出口气 这口气已经算出过了 回去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一个正常的女性 一年有半年的时间在打麻将 对不住我要说她不正常 她动手肯定是不对的 违法这是个前提 以后千万别动手 你再有礼 只要你的手伸出来 挥向你的妻子 你就错了 如果严重 你就犯法了 把这件事记住 这个节目不是帮人夺权的 这个节目不是鼓噪别人离婚的 我们只是帮你们梳理清楚 事实的真相是怎样 哪些是被你放大的 哪些是现实当中有的 一起记录真情六十秒 反正她这个人的话 我就是不想给她过下去了 她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反正她长期就是这样 抱你气 不跟你这么商量地说 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吗 长期就是这种 过喉 过这么大声的声音 就是打或骂 她从来不跟你商量 你再有什么事不商量 我患者就是这样说 我是不会跟你过下去的 这几年我也跟你气得差不多了 你一天头晕了 病了很多了 我也怎么说了 不知道怎么办 你看着办吧 随便你办 谢谢两位请回 谢谢 请回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通过 金元APP天洁FTV网络电视 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观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腾学视频爱奇艺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吧就看这对夫妻 怎么选吧 请开门 接下来把时间留给他们吧 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时刻 各位请见证 只要你我也没有别的什么意思 只要你不要打麻将了 安心过日子 现在人也差不多老了 我也一生的毛病 病也很多 希望你回家好少 过日子就行了 我也没别的要求 只要你以后不打我就行了 我没有别的要求 你只要改一个就可以了 现在改了很多了 爷爷他们也知道啊 好多年就脾气地改了不达了嘛 现在希望你还是回家照顾好 再不打麻将就行了 手牵手 手牵手 请转身吧 来 请亮灯 好好过日子吧 两位 谢谢 请回 好 谢谢主持人 谢谢诚跟专家 老师们 来 了解下一队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俩是在工作中认识的 认识不到一年就结婚了 至今结婚十一年了 我们有一个女儿 今年七岁 为了这个家 我放弃了很多东西 我觉得丈夫 就是一个甩手掌柜的 在他眼里我做什么都不对 无论我怎么做 他都不满意 如果我身边这个男人 不能为我撑起这个家 我觉得我们也就没有 再过下去的必要了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梁先生35岁 来自湖南 自由职业 有请 吴女士36岁 来自重庆 自由职业 有请 欢迎老位 结婚得有八年 有十一年了 十一年了 对 你这脸上一点 看不出来当爹的沧桑啊 您这也看不出来 当妈妈的那种憔悴啊 接着来这儿 是要诉诉苦是吧 其实我跟我老公 属于闪婚吧 当时认识的时候 我们俩是同事关系 她是我的一个领导 然后她那个时候 对我特别照顾 领导 对 一个小领导 哎呀 不老实啊 领导 这占下属的便宜啊 特别照顾我 然后我跟她在一起 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差不多三四个月 我们俩就结婚了 刚结婚的前三年 就特别好 因为那个时候是热恋期嘛 第四年我们就考虑要孩子 那双方父母年龄也大了 我们俩就商量 那总得一个人在家带孩子 当时就说让我在家带孩子 她就负责忙外面的事情 你说这一不商量还好 一商量她给自己的定位 现在就完全是一个甩手掌柜了 她就什么事都不管 她一回到家 就跟那个敲脚老板一样 就躺在沙发上 手机一拿 看我忙里忙外的 所有的家 我没有一件要帮我分担 以前呢 我也是放假在家的时候 也会搭扫搭扫卫生 帮帮忙什么的 但是呢 说我这个也干不好 那个也干不好 我脱个地吧 她也觉得脱不干净 还得非自己重脱一次 我叠个衣服 她也会把它重新叠一遍 我感觉我自己做的就没有意义 每次都被人嫌弃 是我嫌弃你吗 是我嫌弃你吗 你本来也做不好 那次我做个饭 我说没空 你去帮我切一下那个土豆丝 我等一下过来炒 我在旁边拖地 我走过去一看 你切的那个是土豆丝吗 你那个比麦当劳的薯条还出 你切那个 确实不怎么会做饭 这方面我愿意去做 但是确实做得不好 我觉得能切出土豆条 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土豆丝切不好就算了 让它洗个碗 还把我那个碗摔破了 我那套碗是从进口超市买来的 那一套就五千多 你这一摔 直接摔了几百块钱 你说我心不心疼 吃个饭买这么贵的碗 然后还一直我在旁边洗 我不是生活追求品质吗 还一直在我旁边练脑 说这个碗多贵多贵 小心点 这一紧张就砸地上了 他现在 反正家里什么事他都依赖我 现在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他要出一个门 我在那里忙事情 老婆我的袜子放哪里 袜子放哪里 这么小的事情 我真的我感觉我跟带儿子一样 真的很累啊这样子 我平时也知道他生活压力很大呀 那一到放假什么节假日 我本来我这个人很喜欢旅游 我就想拖着他一起出去找一找 散散心 他可以 比如说国庆节 我一节那么长的大长假 几天时间 就一直窝在家里玩手机 我是上班呢 就感觉脑袋 从早到晚没停过 就感觉自己挺辛苦的 那放假在家 我的想法是能宅在家里 什么都不想 就让自己这样静静地待几天 然后感觉他就一直 不是想去这 就是想去那里 然后我觉得 根本就不给我休息的机会 我感觉上班也在忙 放假了 我是觉得出去走一下 放松一下呀 你亲近一下大自然 这也是一种放松的方式呀 他都不愿意去 勉为其难地把他拉出去吧 他这人 从来都不跟我合影的 我们俩从度蜜月开始到现在 我家里翻来覆去 就挂在床上的那个结婚照 我就找不到一张合影 走到哪里都是我自己拍的 其实男人跟女人的想法不一样吧 我出去玩了以后 我就想着到处看看风景啥的 那我感觉他就没有在玩 就从头到尾就是在拍照 我都从一个完全不会拍照 我现在快赶上摄影师水平了都 然后作为一个男的 我是可能有点大男子主义吧 我觉得一个到了颜外 整天拍什么照 我也不发朋友圈 不是 他对我有时候 那种态度很冷淡 理解 理解 就是什么都无所谓 比如说我有什么事情 想征求他的意见 我们俩上次结婚纪念日 我就问他 结婚纪念日快到了 我们去哪里吃个饭呀 我们是吃中餐还是西餐 还是日本料理啊什么 随便 你说我穿什么衣服比较好看 这一件还是这一件 随便 反正生活中听得最多的两个字 就是随便 什么都是随便 这个可能我们确实有一点矛盾吧 因为他每次问我意见 包括家务事啊 外头的事情都有问 其实之前我是挺爱给意见的 然后给完以后 每次都没有被采纳的 都只是走个过场而已 懂了 就是我说什么 比如说上次他去逛街吧 陪他去逛街 逛了整整一个下午 选了一堆衣服 我说这个好的不好的 我都跟他说了 结果挑了全是我说不好的 然后我觉得好像 没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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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男人都这样 周老师在家里也这样吗 基本上都是这样 对 当然我不说随便 我说都好 这个比随便就好了 有点技巧 你问你 吃这个行吗 你别说随便 我穿这个好看吗 好 你千万别说随便 好 你可以眼睛都不抬 但嘴上一定要说好 学会了 学到了 没有 我本来以前 我的职业就舞蹈演员 我在穿衣服这方面 就比较挑剔的 有时候拿不定主意 就想让他帮我选一下 这不为了带孩子吗 我也放弃了舞台的梦想 我就一心在家带 小孩子从出生到现在 一天都没离开过我 一直都是我在带 他可好 现在孩子不是上小学了吗 从孩子读幼儿园到小学 学校的任何活动 他都没有去过 都没参加过 老师 同学 家长 所有的人都没见过他的面 我最生气的就是 人家 上次有个同学家长 还很小心地问我 你们家是不是单亲啊 就说我是单亲妈妈 这个事情呢 其实应该 我记得应该是幼儿园的事情 幼儿园应该是大班的时候吧 那个时候我差不多 自己刚出来 跟几个伙伴在创业 员工加老板加什么 基本上就五个人 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在干 确实也忙了一点 我也知道自己可能不对 但他感觉 说得好像孩子 像我自己 没办法当亲生的一样 那上次 孩子学校那个亲子运动会 人家全是父母齐上证的 就我一个人去了 当时不是有个项目 就是把孩子举在肩上 然后那个 举在爸爸的肩上 然后下蹲嘛 我当场一看 我就跟我女儿说 我说孩子啊 我说女儿这个项目 我们不参加吧 你爸爸没来 然后女儿就很沮丧的样子 我就看她那样子很可怜 我说那你想参加吗 她说想参加 我说那妈妈 今天就硬着头皮上 然后我就硬 她还让她老师帮忙 她举在我的肩上 我就坐那个下蹲 我一个女的 怎么能蹲得过 人家爸爸呀 最后还是输了那场比赛 回家 我女儿伤伤心心 哭了一晚上 我当时一回家 我就跟她解释过 我确实在忙一个 很重要的会 把那会开完了回去以后 我有跟女儿 还有老婆有道歉 我说咱们晚上出去吃个大餐 我想调解一下这个氛围 他们当时都不打算理我了 然后回去调解了以后 也给女儿买了她喜欢的玩具 其实我一直都是想弥补 但是有些事情可能 我真的不是没办法做到吧 可能就一言难尽 每次都是过后来 弥补有什么用 后面她去外地了 有段时间 本来就在家的时间不多 然后她回家的时间 我就希望她能多陪一下女儿 因为女儿一直是特别连我 结果她在家的时候 我在厨房做饭 女儿还是一直缠着我 我说你找你爸爸去啊 女儿就说爸爸一直在沙发上 我说在沙发上干嘛呀 我想到她累 是不是睡着了 结果我一回头看 她又是那个姿势 敲着个腿 拿着个手机在沙发上 我当场那次是我最生气的一次 我走过去就把手机给她砸了 这个事可能也是我们 第一次产生很大的矛盾 因为当时我也很气 所以这个事 我当时 我是在跟我公司的财务 刚好是在聊一些账目的问题 也是很紧迫 所以就孩子在旁边吵闹 就自动屏蔽了 压根就没听进去 然后她过来就总说 我在玩手机 玩手机 我当时就有点生气 可能眼神啊 各方面不是很温柔了 她跑过来直接手机 拿着一摔 摔个粉碎 你知道当时耽误了多少事吗 我刚出月子的时候 那个时候让你带下孩子 我说坐月子不是很脏 很多天没洗头 我就说你帮我看一下吧 看一下 然后我就去洗头 她一直 一直跑过来 快去看一下孩子又哭又闹 我说这么小的孩子 她哭闹 她肯定不是饿了 就是拉了 我刚喂过来 你检查一下 她料不湿 你给她换一下啊 她肯定是拉了呀 这个小事也要叫我 我那头上泡泡刚打上 不停地在旁边叫 我自己也知道 我去刚好不是给她换了尿不湿 换完以后她还一直在哭 我实在没有招 我也没有经验 我确实第一次去做 你好意思说 你那个尿不湿怎么换的 你正反都不分 你把反面给人家穿在前面 让她不舒服肯定要哭啊 那尿不湿我真的是第一次换 正反长得一样 我真的没有分清楚 正反长一样吗 那正面不是有两个贴的吗 你就算没换过 你也看我换过 就这点小事做不好 我特别想知道 就是类似于像这种冲突发生之后 你先生都是像今天这样 非常平和的态度来跟你说 还是他会跟你争吵啊生气啊 他就是个闷葫芦 这平时都是我在说 也就是说他今天的这种表现 态度和在家里发生冲突的一个现场 是一样的是吧 可能稍微还会有点不一样 因为我平时比较不爱说话 对 这个伤害性就极强 你是不爱说话吗 你根本就不说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我后面把我妈叫来了嘛 把我妈叫我来帮忙 还没有到一个礼拜 就被她气跑了 你妈过来是帮我们带孩子的吗 他妈整天追那个剧 追得不停 我有一次我在阳台上去晒衣服的时候 他妈就把那个瓜子啊什么花生 摆一桌子这样就磕着追剧 那孩子就在后面沙发上 蹦蹦跳跳的 我就听到哐当一声 我说什么事啊 我过来孩子一直哭 我当时抱起孩子一看 头上顶那么大个红包 我就好我都跟他说了 我就说妈 我说你带孩子的时候 能不能专心一点 我说不要看电视 不要追剧了 就那个时候 我还跟他妈吵起来了 我就觉得呢 就是说不管老人家怎么样 我们做晚辈的 就应该有什么事好好说 不要去吵 并且他还是我妈 你这样把他吵了以后 我妈第二天就要从心里走了 你妈怎么跟我说的 她直接让我去打听一下 她说哪一家的孩子 不是摔着长大的 我说我生个孩子出来 就是为了让他摔的吗 那或许或许是我妈 也不对对吧 你也不好好跟他说 没关系了 那你他走的时候 你至少象征性地挽留一下 那或者在走的时候 你连飞机场去送都没送一下 那我要怎么挽留他 他跟我说的那些话 已经很尖酸刻薄了 我儿子也靠不住 你现在那个媳妇什么都管 我儿子在家里没有发言权 我现在带个孩子 带个孙子也不让我带了 我本来我这个人 又不喜欢做那种表面功夫 那你妈走了以后 不是什么事都又交给我了 你现在我连家里 什么换个电灯泡 清洗一个油烟机 下水倒堵了 全是我 这不都是男人的事吗 我就活活把自己 活成一个男人了 是 那我在外地 怎么不能因为连小事 没事跑过来 换个电灯泡什么的吧 这个你不能找个水电工 处理一下吗 水电工 我上次就那个厨房 电灯泡坏了 我去买个灯泡25块钱 我请个水电工 他上门还收我50块钱 5000块钱的碗你都买了 一个50块钱的水电工 你请不起 我不是能省就省吗 再说最近你有 给我拿生活费吗 最近这段时间 家里所有的开支都是我 包括孩子什么学费 兴趣班的费 补习班的费 所有都是我拿的 我以前还觉得 我是免费保姆 现在我就觉得 我自己在倒贴了 那个我问一句 您那钱是过去攒的 还是现在您也出去工作了 过去我俩一起攒的 那你攒的钱 就全部放在我这里的 是怎么着了 买卖难做了 生意难做了 还是怎么了 这两年公司 就是一直面临一个 下降的一个进度 就是感觉 大家都是在死撑着吧 这两年 他刚才也说了 以前用的那些 也是咱们一起攒的 以前他也有工作 以前我们生孩子 以前他在工作的时候 咱一起攒的 我是觉得 有时候就不用这么计较了 花了就花了 现在变成我在计较 所以您今天要干嘛呀 我今天我就觉得 我现在这个婚姻状态 特别糟糕 然后就一直不知道怎么 我在家带孩子也带久了 失去自我了 我就感觉如果他是一直这样 在外面忙 又不关心我 然后又不关心孩子 我就觉得我这样一直走下去 就活生生地把我变成了 一个黄脸婆 反正闺女上学了是吧 上学了那就出去工作工作呗 我没办法出去工作呀现在 为啥 就我一个人带孩子呀 不是 他不是上学了吗 上学你要接送啊 每天 放学现在时间 差不多下午四点过要去接 我找工作 这个时间方面又不行 是不是懒得出去工作了 或者说现在其实 找不到那种适合你的工作了 也是找不到适合的吧 还有就是在家里也那么多年呢 自己也不知道还能干点什么 行 大体听明白了 大体听明白了 十一年的婚姻 现在碰到了一些 日常所有的小事堆积起来了嘛 加上现在的境遇不满嘛 过去好歹在妻子的心里 还是有一个 就是你能看到希望和光的 对吧 现在什么都没了是吧 对 那个光也灭了嘛 德雷各位老师 你们看怎么办吧 咱们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每个正常的婚姻里面 都存在你们之间的 这样的这些小的问题 没有婚姻是完美的 当然呢 有女性提出来的也很正常 根据调查统计 对婚姻提出不满的 全世界来看 都是有70%的女性发起的 女性在这个家庭 婚姻的这个感知中 她们更敏感 她们对家的期许 可能比男性呢 更高一点 没错 要求更高 所以这都是正常的 你老婆吐吐槽 很正常 但我们这位女士 对我们这位先生啊 都包容了一些 有一个非常经典的 一个漫画 就描写着一位父亲 两个手都捧着砖 你说 她还有哪只手 去拥抱自己的妻子 和去抱自己的孩子 就在外面 闯生活的男人 都不容易应该再做的 我们也希望陪着 孩子在一起 愉快地玩耍 但我们还得来工作 就所以 你要去想到 真的你脑子里 要经常回忆那种 就是一个男人在外面 风风雨里面搬着砖 她还拿有多余的手 来拥抱爱 好吧 其实你们俩挺好的 就这样 这个小泥瓦这样 抹得还挺平啊 来来来 包红兄 男人 当然对家庭 要扛起责任 请做家务 但是做妻子的 哪怕是老公做错了 我们可不可以 不去埋怨他 我们可不可以 换一种方式 和他去交流 其实 夸奖 鼓励丈夫 是做妻子的一种智慧 当然男生 也有很多 错 你不要认为自己 性格原因 我就是宅 我就是不愿说 你要明白 对女人来说 甜言蜜语 和房子一样重要 甜言蜜语 对他来说 也是获得感 成就感和安全感 有时候 你多说说甜言蜜语 气就消了 女人一定要有工作 你记住 千万不要相信 男人那句鬼话 我会养你的 谈恋爱的时候 可以说 等到了婚姻 特别是 婚姻进入了平淡期以后 你再去试试 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 咬咬牙 克服困难 先出去工作 你就会找到自我 所以 我认为你们两个人 化解矛盾 先从你 克服一些困难 去找一份工作 开始 好不好 好 谢谢包红兄 许总 来兄弟 咱们两个 不做家务的男人 聊一聊 家务我也基本上不做 难道我们作为一个男人 挣钱只是我们的 唯一的一个作用吗 错 它只是主要的作用 你在外面是挣钱 在家里呢 你必须要做到两个决策 一个是丈夫 一个是爸 你忙 好 理解 这个家庭就靠你 经济收入也理解 但你回来一定要做什么呢 有效的陪伴 放下手机 进入到他们的生活 否则你 貌似是为这个家在辛苦的付出 但是你离这个家 其实越来越远 但是这件事 不一定反映在 你把家务做得多好 甚至于不在于 你做不做家务 我就不做家务 但是我知道感恩 我知道认可 我从来不会嫌弃说 我老婆做的菜不好吃 给什么吃什么 而且我还吃得津津有味 孩子的英语数学是我教的 家里我知道袜子在哪里 内裤在何处 你知道吗 我也不做家务 我也挣钱 差距在哪 差距在你的意识 在你愿不愿意参与到 家庭生活里面去 女生也一样啊 你放弃了 本应该去工作的 这个时间和精力 你好像 我是为她放弃 我牺牲了 难道不是你偷懒吗 那孩子上学了 你接送 家里你在干什么 你有时间 有精力去学习 去工作 去找机 去体现自己价值的 但是你是不是有些懒惰 爱情也罢 婚姻也好 我们真的有就是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你们太安于现状了 这可能就会出现问题了 明白吗 就这样 谢谢曲总 三个老爷们说的 我想听听米娜老师的说 首先我是觉得得工作 这一点我跟大家观念都一致 因为小孩已经七岁了 你再说每天忙于接送孩子 他其实就是早上一趟傍晚一趟 对于您来讲 真的没有办法找到一个 又可以兼顾家庭 又能够做一点点事情的工作吗 可是你从来没有尝试 你有看过招聘信息吗 你有利用自己的职业优势也好 或者技能优势考虑过这些吗 什么都没有 对于男人来讲 起初他是很乐意把钱寄回来 因为妻子会表扬 但是这个表扬 妻子的欲望和妻子的消费水准 以及物价是越来越高的 可是男人挣钱的本事 却不一定会越来越强 所以过去他每个月寄五千块钱 可能你会表扬 老公真棒 等到下一次 现在可能你会告诉他 老公一套碗已经 把我们家预算用完了 你得再给五千 那对于他来讲 我的公司却不行了 我拿不灰比五千更多的钱 甚至我拿不到钱了 妻子的怨言就会出来了 你抱怨你的丈夫 哪怕你的丈夫已经尽力了 所以请你即使是作为一个孩子的榜样 以及让自己的注意力 可以不是只盯着这个人 你也得让自己去工作 否则你的世界小的只有这个男人 你每天不是盯他的这个行踪 就是盯他的钱包 你总想在他身上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来证明他不如过去那么爱你 否则他怎么没有把钱 更多更多地拿给你呢 否则他怎么没有把时间 更多更多地给你呢 这就是太太们的悲剧 猜着猜着 先是慢慢地不敢回家了 先是慢慢地越来越想躲 躲着躲着 就真的躲出问题了 而到那个时候鸡飞蛋打 你发现你连离婚之后 自己想抚养孩子的条件都没有 没有这个能力 要有独立的精神和生活的智慧 这样两口子的日子才能够过得好 过得好不在于那五千块钱的碗 漂不漂亮 值不值五千上 而在于你们的日子踏踏实实地 碗里盛的每一份饭上 谢谢米达老师 这怎么 怎么都说人女同事啊 有点心可以吗 委屈不 来了更委屈了 对吧 我就说委屈嘛 你们这就不对了嘛 哪有 我 我说男的了 我说男的了 你这就得说丈夫啊 我说他了 你都说妻子 这怎么弄啊这事 这就 这就奔拆了走是吧 其实生活就是这样啊 谁承担得多一些 被说的肯定是那个承担多的 因为他不承担 你说他什么呀 没什么好说的 我跟他们有一个观点不太一致啊 我不认为女性一定要工作 我不认为 但是我非常笃信地认为 女性一定要具备工作的能力 就是你现在所有的这个东西 都来自于 你不知道如果你重新 回到社会的时候 你能做什么 说白了你就是 养孩子养了七年不再独立了嘛 你现在已经变成一个 依附于男人的女人了嘛 最核心的其实在这儿嘛 你知道你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在有时间的时候 一定要付出 你确实没时间没办法 没人怪你 你妻子怪的核心是 为什么在你有时间的时候 你不做 就是其实你稍微挤点时间 稍微勤快一点 还是比较好哄骗的 反正也就只能这样了啊 下面就是六十秒的时间 我希望先生多说一点 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从有了孩子以后 我为了工作 把自己都 全部搭进去了 我知道我对孩子 还有老婆 付出的太少 很少陪家里人 我希望自己能够 慢慢地走出这种状态 愿意跟自己的家里人 分享自己的事业 自己遇到的事 我也希望家里人 多给我一些了解 让我们能够 继续地做一家人 其实我也知道 你在外面工作不顺心 不容易 但是我觉得钱多钱少 我们都有不一样的过法 我希望你能把更多的时间 留给我跟孩子 谢谢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 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 2360 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看看这对年轻夫妻的选择 是怎样的 来一起见证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请亮灯 好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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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下去了 谢谢你们啊 祝你们幸福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请拿出手机扫描屏幕 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精英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有请我们老师 进入到 精云中央厨房 让密集进入 爱情保鲜机 有网友提问 有网友提问说 他三天没有理我了 他也总是说我 但这次呢 把我惹急了 冷战了三天 到现在都不理我 我想理他 但是我怕以后 还会这样对我 我该怎么办 我觉得你思考的 这个问题的方向错了 你思考应该是 你们两个人 到底为什么冷战 要把冷战的原因的 这个矛盾解决掉 而不是考虑 是你先来找我 还是我先来找你 因为谁先找谁 都不重要 面子里子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你们两个人之间的矛盾 是否能解决好 谢谢 再一次的谢谢 四位老师跟我们做的 非常精彩的人生分享 当然也要谢谢 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的节目 再见